佛法的修修不同世界 世界讲求的是广修多文 佛法 圣贤教会 讲求的是业门深处 常识寻修 方法就是读书千遍 其依之间 不要讲求意思 你只管读 读到若干年之后 豁然全间的意思都明白了 为什么 因为你本来明了 现在为什么不明了 是有烦恼 障碍 习气 把你的智慧障碍住 你现在一心修一心 一心就把真心里面的烦恼 习气障碍 化解掉了 这个化解掉了 自信本具的智慧 智慧现前 一通通都明了 道理就在此地 古时候 奖金 奖金 注书的标准 都是定在大车大雾之后 你奖金不会有差错 读解 不会有不妥当的地方 跟现在不一样 现在人没有开悟 完全凭着自己之间的讲金 他讲的不是佛金 是他自己的金 麻烦就出在这里 戒定会散许 必须得开会 开会要修定 定是什么 在我们的晋体上 清净心是定 平等心是定 定没有得到 怎么可能开悟 不清净的心 生烦恼 不平等的心 也生烦恼 我们的心 齐心动你生烦恼 不生智慧 但是你要晓得 清净平等是自己的真心 你的真心本来是清净的 本来是平等的 换一句话说 本来是大吃大物的 本来是明心健心的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任劲 任劲 心服气躁 像海水起了大风大浪 清净平等舍掉了 现在佛帮助我们 恢复清净平等 自然就救了 用什么方法 刚才我说的是方法的一种 知识分子大多用 采用这个方法 那就是 一门深处 常识喧嚣 多数千遍 其一自见 一千遍 意思不明白 两千遍 两千遍不明白 三千遍 要有信心 不能改变 一定要这个意思 统统明了 自然明了 没有丝毫勉强 有信心 你决定会明了 你就相信 我自信地都 本具般若智慧 我今天用这个手段 一门深入的手段 常识熏修的手段 读书千遍的手段 这都是手段 都属于戒 因戒得定 因丁开会 千金万论 佛慈悲 常常挂在口头 希望我们能够明白 知道这个方法了 是真理 许许多多 阿罗汉菩萨 都以这个方法 开悟了 读经读得多 开不了悟 为什么 他心不定 心是浮躁的 开悟的心 心是肯定 清净 没有杂念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支出 他才能开悟 这些菩萨修行的秘句 我们不是听了就算了 听了都想想 想通了 一交奉行 我也这么看法 我干上圣年 看看开不开悟 啊 圣年不开悟 我再干圣年 过去 古大道里都有啊 根性比较短 帐缘比较多的 比较杂的 二十年开悟 三十年开悟 四十年开悟 都有啊 啊 根力 根力是什么呢 烦恼轻 啊 少烦 少脑 这就是 根性力 啊 他观察能力 非常敏锐 那一看 他能体会到 一听 也能体会到 那所以 他能生信心 运行能发得出来 这第三个重点 哪一看 第二个重点 我也认为